双生自性引成对,思量年岁对空杯 无望之念写作谁,虚望深处一寸灰 哈喽我的观众小客们你们好呀 我是三斤 终于要分享我好久都没更新的虫狮系列了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关于双生姐妹的故事 虚血取茧 这天虫狮引谷收到了一封来信 要说这有虫的世界传信方式真的很特别 信件是通过一种叫虚的虫进行传递的 来信的时候还自带震动 可引谷这次收到的信却是残破的 还是别人错记的 寄信人正好是他认识的朋友齐 齐是专门负责为流浪的虫狮们传信的女孩 五年来他经常用虫狮们用旧的虚 寄信给一个已经消失了的人 而这个故事还要从齐小时候说起 齐有一个叫做旭的双胞胎姐妹 她们出生在一个以养残为生的家庭 这个家族内每当有孩子出生 都要向住在山上的手续人爷爷汇报 爷爷会根据孩子们是否有资质 从中选择继承人 接替他手续人的工作 而所谓的资质就是看他们是否能看见虫 凤巧齐和旭都能看见虫 爷爷说等他们到十岁时 会带走其中一个 可姐妹俩不愿意分开 便决定一起跟爷爷走 而后姐妹俩开始学习如何做手续人 虚是一种可以在县世随意开动的可怕的虫 这洞可以理解为一世界的空间 成为虫穴 如果人一旦和虫同时被关进紧闭的房间 那就千万不能打开门 否则人就会跟着逃走的虫 一起被吸进虫穴 虫穴之内的人会永远徘徊 渐渐失去记忆 失去心智 几乎无法走出来 所以为了防止虫入侵 绝对不能关紧门窗 制造出密室 不过如此危险的虫 也是有利用价值的 那就是传信 除了虫之外 他们还需要有两只蛹一起吐出来的大剑 有手续人把大剑平等的拆分成两个小剑 再把虫放进其中一只 这样虫就只能穿梭于两剑之间 从而达到送信的目的 想记信时 只需要把信插进箭里就可以了 只不过这种特殊的邮拆是有使用寿命的 因为虫会在箭中不断的开出新的虚穴 这样就会出现送错信 或者信箭不完整的情况 就这样姐妹俩一边跟着爷爷生活 一边慢慢学习如何对抗虫利用虫 直到有一天 虫躺在门口睡着了 亮着的床单随风吹到了虫的身上 而后醒来的虫便看见有虫钻了进来 不知情的齐掀开了床单 但是就在一瞬间 虫便消失不见了 从此 其便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尽管五年前的爷爷 或是五年后的银骨都告诉齐 被吸入虫穴的人几乎是不可能走出来的 齐还是不愿意放弃 银骨也不忍心看齐一直这样下去 便提一带齐去真正的虫穴看看 现实中虫穴的入口就像是一棵大树长出的毒瘤 不过因为此前有重拾进入 并成功走出去过 所以留下了可以穿梭于虫穴与现实的锁链 可是虫穴内结构错综复杂 而且空间相当庞大 虫穴与虫穴之间也不是全部连通的 其中的密室根本无法在外面打开 所以人消失五年后再走出来的可能性极低 就算外面的人想尽办法也没有用 银骨告诉齐这些 也只是希望他早点放下过去 填上心中的空洞 后来从虫穴走出去的齐 也开始学着过新的生活 只是那份想找到虫的执念 始终无法割舍 幸运的是几年之后 在某个不知名的村子 一位老婆婆正抽丝时 看见一根手指从箭中生了出来 而后竟从箭中生出了一个十岁左右的少女 少女不会说话 没有记忆 怀中夹着一封署名为齐的信 善良的村民们按照信上的线索 将他送回了故乡 齐的身边 把缥缈的希望交给无数分之一的可能 能促成这份奇迹的 或许正是那念念不忘的执着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三斤的话不如点个关注再走吧 爱你们哟 感谢你的 优优独播 妇